這一集一樣是這個仿冒品的開箱 我就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 哪一件是假的 嗨大家又回到我們室內的這個開箱企劃 那這一集呢 一樣是這個仿冒品的開箱 這次呢我特別挑選了 就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件車衣 還有一個三鐵衣 那待會呢 我就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到底哪一件是真的 哪一件是假的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你覺得這件衣服是真的還假的 OK 大家有沒有猜對哪一件是真的哪一件是假的呢 那我們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在衣服上的那些細節 我覺得真的還是差異蠻大的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身後兩件 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看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印花 這個設計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帶到它的側邊 然後看得到我的手 這邊是真的蠻透氣的 那側邊這個材質在真的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差距蠻大 所以在這件衣服是原廠正版的這個細節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印花其實都是蠻精緻的 而且在側邊 袖子上 它其實都是做真的是非常透氣的材質 兩邊是不一樣的布料 在後面這個口袋呢 中間它也是縫實的 它只有側邊一個小洞 一個小洞 那這台騎士在騎乘當中 你就可以降低很大的風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倒版的部分 好首先在倒版的這件衣服上 你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的印製 真的就跟原廠正版是有點差距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 就是它的手袖還有側邊這邊 完全都是同一塊布 是沒有差距的 它前面跟後面就是一整塊一樣的東西 而且拉開來看得到線頭 接下來袖子就是一個重點 大家應該有看到剛剛的影片 這個袖子完全沒有做縮口 而且最後面的地方 它也沒有這個防滑的材質 所以這個沒有膠條的情況下 你只要戴著 它就是一個很像一般的短袖 這樣露出來的狀況 基本上這根本就只是外觀仿的 長得好像很像 但實際用料完全是不一樣 最後來看到後面的口袋部分 看到後面這個口袋 剛剛那邊是一個斜切的狀態 它封阻就比較小 那這邊最後是完全做三個大口袋 那這在撐起來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點像弓起來 那你的不肌瓶或什麼 就會有點容易掉落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它這個仿的就真的只是 印製的方式仿 但是實際的細節差太多了 好然後背後有一個小細節 你可以看到手袖這邊 它是因為不同的材質 所以在側邊的後面 它這個是整塊就是 比較透氣的這種材質 那這邊就一個是完全挖背的狀態 所以你把這邊剪掉 其實它是有出這種背心款 就是這個布料來講是一個背心 然後接過來 這一件它完全只是用一個 一樣的白色來代替 中間這邊還看得到這個車線 所以這完全是兩塊不一樣 它假裝自己是一個背心的狀態 再來我們看到內面這個屁墊的部分 雖然是三鐵液非常重要的一個材質 可以看到原廠這個 它的設計整個是 比較像是有顆粒感的矽膠 如果你仔細按下去的話 你會感覺捏住的中間有點像是那種 有些鞋底會做那種 就是避震的緩震膠 就像亞瑟斯的那種GEL 那你壓到底的時候 它會沒辦法按到食指黏在一起 你會覺得中間一直有東西 然後會有這種左右搖晃的感覺 那這個屁墊比較像這樣 那雖然這個很薄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在實際比賽 不會覺得屁股有太多那種 屁股疼痛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像這樣的材質 它不會有太多的吸水狀態 那你在遊玩有上你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屁股就是 會腳緊包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倒板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種就是很多 富人怕屁股很痛 然後去買一個做墊的那種墊子套子 那那個套子的材質 通常就是一層軟軟的墊子而已 那這個就像這樣 就是你捏到底 你可以捏到你自己手黏在一起 所以像這樣的秤墊 其實在提升當中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幫助效果 所以在這兩個做墊差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他們這個緩震的能力如何吧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的內容呢 就是鐵人1的這個屁墊 防震功能 大家都知道長途騎乘下來 屁股這個緩震能力很重要 OK 我應該已經準備好了吧 我們長途騎車 其實路面非常顛簿 那其實 防護衣的下面這塊 也是蠻重要的 我們今天就用 這把槍 跟小哲瑞來測試看看 它的防護效果到底如何呢 哲瑞叔叔已經有練過很久了 而且我們也投保了高耳保險 請大家不要輕易模仿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吧 我 我有保險嗎 我有幫你保啊 不要聯繫 第二條殘酷的測試 我們現在穿上的是原廠 就是正版的Santi 3TF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裤當的保護效果如何 我已經兵覆一下子了 應該可以吧 不管正版盜版都躲不過 我神槍手的威力 來吧 面對現實吧 沒說要做這個測驗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下一套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車衣 那這一套車衣呢 是UCI今年100週年 跟Santini合作推出的這個車衣 那我自己蠻喜歡這個設計還有剪裁 但細節上 我買了這個 防暴品 真的差太多了 我們就來帶大家介紹一些細節的部分 第一個在袖子的地方 它這件Santini做的是這種沒有收編的材質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最後面這邊是沒有任何車縫線 那穿起來它會非常服貼在你的肌膚上 所以這個算是我自己還蠻喜歡Santini的 這個手袖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盜版的部分 最後面一樣是這種寬寬垮垮 然後一樣有這個反折的這個收縫線 那這個整個穿起來就非常不服貼 我自己 你看它可以手撐那麼大 那整件房的這個材質 可以看到前後不管是哪裡 都是用同一塊布 我自己覺得這應該就是 可能是中國那邊的廠商 然後它在接單的時候 你只要下單你喜歡的外型 它就會拿他們現有這個布結去做 所以不管訂什麼料 應該長的都是一樣 那後面這邊就是完全沒有不一樣 那可以看到正版的這個Santini的部分 它在前面這塊布 會比較接近我們剛剛拍的三鐵衣的這個材質 是比較滑順比較輕薄的 那在夏天穿起來是非常涼爽 那在後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個材質是非常非常的透氣的 那跟剛剛的三鐵衣的袖子的材質一樣 就是它是那種水幾乎碰上去就馬上乾掉 它是做前後兩塊布的拼接 那做起來材質不一樣 我覺得在實際騎乘當中 它對於背部的散熱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口袋 在後面這個口袋的部分 可以看到正版的Santini衣服 它的口袋都是做得非常的輕薄 不會有那種為了放進去一個Q大 那個叫什麼彈性帶 然後變得很粗 所以它這邊是很薄 而且不會很厚 那可以看到仿的這一件 它就是這麼厚的材質 然後都是做彈性帶的部分 整個就會顯得有點鬆鬆垮垮的 沒有這麼貼身 在印製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正版的Santini這件 它是100週年的紀念 所以它是按著年份一直寫下來 每一年就是UZI冠軍車手的姓名 但可以看到就是仿的這些件 它都沒有任何 欸等一下 我們剛剛是1992、93、95 在幹嘛啊 1992、2002、2007、1994、1925 完全在亂跳 這到底在做什麼 要仿捏仿像一點 真的是 OK 接下來我們來實測一下 這個加湿器的當中 它其實出來的這個過程 有點像是流汗 這種一直有熱氣冒出來的感覺 我們來實測一下 兩件車衣 在上面這個透氣效果如何 我現在拿的第一件是仿的車衣材質 我們直接把它壓上去 我們直接把它壓上去 這出來的煙蠻緩慢的 現在我們來實測一下 原廠正版的這個衣服 車衣材質的透氣效果有沒有不一樣 欸有吧 它這個出來的氣量 流速整個塊非常多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實測的這個排水效果呢 算是 哇 非常大的挑戰 我們現在拿了兩件真鬼車衣 準備了一個臉盆 待會我們即將把這些車衣都丟到臉盆裡 把它擰乾 穿上之後 躺在我們前面的這些毛筆水鞋子上面 最後呢來實測比較一下 到底是真的車衣 在擰乾之後比較排水 還是這個仿的車衣 在擰乾之後的排水性比較好呢 OK 我們就把它丟到水裡吧 超冷的欸 這個太冰了啦 好 我現在這個仿的你看 我們來躺到這個水車紙上 蓋印障一樣 應該夠了吧 紀錄一下 紀錄一下這個 這是我現在第一次盜版車衣的 濕的程度 我們換一件 第二件我們要來實測就是原廠正版的這個Santini UCI 100週年的這件車衣 來吧 把它擰乾 這個捏起來程度就差很多欸 OK 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 原廠的這個車衣 穿起來的這個 淋貼效果 這個手臂是完全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沒有剪裁我覺得 超級服貼 所以就算你整件撕掉也不會覺得很舒服 好啦 話不多說我們就 直接給它躺上去吧 用力蓋張 應該可以了吧 快點快乾了 你看這邊 就是我剛剛講這個材質不一樣的地方 已經快乾了 然後這邊是車庫 所以這邊屁股比較實質正常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邊背 再硬是給大家看 這到底是什麼畫面 你看 它這個乾的程度 超快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幫大家開箱實測 就是真偽車衣 還有三鐵衣 到底實際穿起來有沒有什麼感覺不一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 原廠這件正版的Santini UCI 100週年的這個車衣 是3900元 但盜版的這件 254元 價差超級大 但我覺得這個 需求曲面還是不一樣 而且 不要一直去照抄人家的這種東西 出這種盜版品 真的太不道德了 那這些三鐵衣的部分 原廠的這件 Kona紀念衫 是7200元的定價 但盜版的這件 只要 492塊 但我覺得這個價差超大之外 這兩個東西真的是 沒辦法相提兵 因為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級別 可以說是 要仿 也只有外觀 也沒有到很像 好啦 那以上這一集就是跟大家開箱分享 我們這次 就是在網路上購買這些 盜版車衣 還有三鐵衣的過程啊 那就是建議大家 還是要去支持原廠好不好 這種盜版的東西真的 穿得成效不好啦 然後也 不要支持他們 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瑞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這個太大廢了 青菜 這是為什麼 這位 萝衍 是 跳¿? 打開 水 可以親自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